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Steve说 本期节目是听众来信问答 过去的这两周也没有更新 因为之前有一个短短的休假 刚好是我和C总的生日旅行 我们去了英国在伦敦 也见到了很多在伦敦的听友 跟他们聊得特别开心 很高兴能在异国他乡 跟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连接 今天声音略有一点点哑 因为有点感冒的状况 但是无论如何 回来上海了 开始复更我们的节目了 好吧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听众来信问答 欢迎收听Steve说 和我一起拓展意识边界 我们今天的第一封信来自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 他说你好Steve老师 我想咨询一些关于自大自傲性格的问题 关注您的播客也有小段时间了 里面关于情绪控制的言论 看法对我帮助真的很大 我是在读的女大学生 有一个才17岁的小男朋友 我们俩已经谈了两年 最近才想着手解决他性格自大自傲的问题 我通过跟朋友的交流 觉得我男朋友有这个问题 而且是极端的自大 他性格挺内向的 只是跟我话会比较多一点点 没有什么朋友 周围亲近过他的人 都评价他越来越自私选择了远离 有很多人跟我讲过 他做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评价他只考虑自己 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他回复消息从来是一两个小时起步 几乎不能连贯的聊天 有时专注想一件事情时 会完全不在意别人 很缺心眼 比较聪明 想事情会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我跟他争论一些事情时 基本都是他获胜 或者我劝不动他 大部分时候只是考虑自己的情绪 不论别人有多么着急难受 括号 他说是因为我情绪不太稳定 导致他耐心变差 我自己也比较认同这一点 括号完 我是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了 相处得多的时候 能看到他闪光的地方 比如真诚 情绪稳定 几乎任何事我都 我要求他的 他都会答应做到 从来没有诋毁抨击我 性格内向但也挺可爱的 自大 但是有时候会为了我的情绪 而优先考虑我等等 然后和他的相处 还是很窒息很窒息 我想过以后要小置一礼 动这一情 做事情要显得比他聪明 压得过他 打击到他 让他反思自己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有没有问题 或者Steve老师 可以给我一些 宝贵的建议和看法吗 其实因为虽然你给我的信息 会比较少 但是我看完你的描述之后 我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反应 其实是孤独症普及障碍 就是我们所说的自闭症 这是一个猜测 但是因为你描述的有些特性 比如说他回复消息 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起步 很难连贯的聊天 专注想事情的时候 不会在意任何人 包括从你的角度来说 他好像是比较不太能去同理心别人 不太能换位思考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等等的 我不能完全的确定 因为这样的描述还是比较模糊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当中和一心人相处 我们会默认每一个人的心智状况 心智健康水平都是一样的 从而我们就会更多的是从一种主观意愿的角度去理解 比如说从你的角度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自私的人 对吧 当用这样的方式去描述他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在了他这个人的主观意图上面 但是我觉得不排除在有些时候 我们面对的人 他们可能是有些心理障碍 有一些人格的缺陷 或者是有其他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所以才导致这样的表现 那么所以也许你可以试着去搜一搜 就是孤独症普及障碍相关的一些症状 看一看他是否其他方面的表现 也是契合的 你像我之前就是有这个来访 有跟我交流过家里面的家人的一些行为特质 然后聊完之后会发现 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是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 然后后来也推荐了书给我的这位来访 看完之后就发现权重 然后才意识到 OK原来这个家人他的状况是 有这样的一些可能长期的问题 而不是说他在主观层面上 不考虑我不在乎我不爱我等等 所以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 像这样一些心理障碍 尤其是这种发展性的心理障碍 可能离我们很远 但有的时候他可能又离我们很近 他可能就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在遇到一些人际障碍的时候 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 因为你也提到 他好像总体来说 好像换位思考跟供给能力会比较差 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 就是他从小的成长经历 但是也有可能这样的一种状况 也是在他成长过程中 可能他本身没有得到很好的关爱和对待 造成了一些创伤 所以我们说他的心智化的过程 可能有一些受损 也就是说因为一个人要有 能建立起换位思考跟供给的能力的话 是需要你先被别人给看见 和很敏感的 很恰当的 很接纳的方式来对待的 你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才能理解我 还有他人 其实都是有感受 都是有情绪的 都是需要被温柔的呵护跟对待的 那么在有些人的成长经历中 可能是经历过很严重的这种忽视 或者是可能是很严重的伤害 创伤就会导致他的这个方面的 你可以理解我 他这个方面的能力 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在他的心智世界当中 只有他自己存在 可能不太有其他的人存在 所以当他看到别人的时候 他会无法理解 就是如果我站在那个人的角度 我对他做这些事情 他可能怎么想 这样一种换位思考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是跟每个人成长经历有关的 所以也许他也是成长创伤导致的结果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你也提到他17岁 我是觉得这个依然是一个我们的心智 甚至说我们在生理发育上 也都还是正在发育中的一个状态 怎么说呢 回想起 比如说我17岁的时候 虽然不敢说是跟你的男朋友描述的一个状况类似 但是其实性格上也很古怪 也有就是让人觉得很难相处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也不排除这当中 包含着一些在这个发展阶段 他可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所限 他可能对于这个世界 对于他人的了解还很有限 包括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认识 可能也是不足的 因为其实一个人要能够对其他的人和事 建立起一些比较客观 比较全面 比较合理的一些认知 前提是你需要先见过足够多 对吧 就是我们打个比方 如果人的大脑就是类似像AI这样的 那个AI需要 你先需要给他喂很多数据进去 然后他的对所有的事情的这种预测和反应的模型 才会变得越来越完善 然后他才会变得打引号越来越聪明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17岁的小男生来说 可能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 像一个打引号的成年人那样来和你互动 因为在他的这个学习和心智发展的过程中 他依然处在一个输入数据还比较有限 所以他能输出的 能够给反馈的能力也很有限这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可能结合这几点来看都是有可能的 从而我觉得站在你的角度 我觉得你能做的事情可能比较有限 因为这或许是他的心智健康的问题 也或许是他的发展的问题 作为伴侣来说 怎么讲呢 你能看到他的优点闪光点 你愿意去帮助他 我觉得这也说明你是个很善良的人 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你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让他了解 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和彼此相处 有可能这种社交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在他的生长环境里面 没有人告诉他 没有人跟他讲过 所以可能需要你去帮他了解这些东西 这个虽然听上去很不可思议 就是都十几岁的人了 怎么会不知道跟别人相处 但是确实在有些家庭 在有些人的生长环境当中 这种和他人的相处 就是我们不能默认社交基础的社交常识 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 因为很多情况之下 他就是不具备 或者我们就是会被灌输错误的 不恰当的这种社交常识 从而才导致我们长大了之后 很多时候跟人相处 你会发现有些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是存在的 那你也许你能做的是帮他去了解 做一个去支持他鼓励他学习的人 让他知道怎么样和别人相处 最终对自己也是更好 让他看见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学习跟改变反过来能够帮到他 能够对他有好处 如果他自己能认同这一点的话 也许他会有更多的兴趣去了解 但是不论如何 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客观的看见 自己在这个状况里面的 你的能力有限 你能做的事情也有限 我觉得以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尽可能去帮助他 但是如果这个确实是一个 让你感觉很糟糕的关系的话 我不觉得你有义务责任 一直要去帮他 以及你也需要去为自己考虑 你为什么要谈恋爱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 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拯救他 还是说是为了自己开心 是为了有一段好的 甜蜜的一段亲密关系的体验 对吧 我觉得力所能及的时候 帮助别人 但是不然的话 还是更多的要照顾好自己 好 这是对这位朋友的回信 好 我们的下一封信来自贤贤 他说 最近有个比较困扰我的事 可能在听众多的听众来信里 也不算什么大事 但确实给我造成了困扰 希望得到您的回复 我老公是家里的独生子 他爸爸大概在十年前已经过世 现在只有他妈妈独自在东北生活 而我和他目前在南方的一个城市 我和他领证钱 我没有去过他老家 上个月我们回去举行婚礼 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妈妈 虽然以前我已经和他妈妈语音过 隐隐约觉得他妈妈是话很多 一直输出 我很难插上话 那时候只是以为他妈怕冷场 才一直说话 到真见了他和我老公的老家 我被震惊到了 家里摆满了杂物 东西扑到了床上地上 连麦开腿都困难 他妈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也是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 据他妈的解释是要收拾房间 所以把柜子里的东西都翻出来了 没来得及收拾 问题是我们要回来办婚礼 是半年就定下来的 他妈收拾房间居然收拾了半年 还是一个鬼样子 真的就像收破烂的地方 我表示十分不能理解 明明老公在家很爱收拾 连我掉根头发都要捡起来 为什么他妈却是这样的 我老公也看出了我的不愿 那天晚上我们是去附近的宾馆睡的 在后来几年的相处中 我一再表示要帮他收拾 他都拒绝了 说这不能扔 那不能扔 要攒来卖破烂 直到一周我们要离开 他老家还是连一张空床都整理不出来 我和他交流中发现 他说话一直反反复复 最终落下点总是在离不开 他死了的丈夫 晚年悲苦 我实在是听得厌烦 但又不好意思打断他 以前我以为自己同理性挺强的 但是我听了重复的话 十几次以后发现再也不想听下去了 我感觉他一直圈在了死去的丈夫的牢笼中 根本听不进别人要给他往前看的建议 也不想好好进行自己的生活 其实在心底我是同情他的 毕竟他丈夫死时 他已经将近50岁了 儿子一年也才回一次 在这十年里 他应该不断反除着自己的悲凉 怀念着以前的日子 但是理解归理解 我回到我的工作城市以后 发现他开始变得喜欢给我语音了 一打就半个小时以上 我本身是有事说事的类型 我妈给我打电话 也是不超过十分钟 在我烦问的时候 还要耐烦的听他不停诉苦 甚至不知道怎么打断他 我老公说要给他妈妈一些耐心和同情 但是我真的越发不能忍受了 一看到他来电 我就开始烦躁 不接的话又觉得自己很冷血 我能开着语音的同事干别的事 我明白他这种模式可能也有 是被养成的 因为一直诉说得不到回应 然后又开始一直诉说 因为这事我跟我老公也吵过几次 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是正确的 首先这样的描述 我觉得大概率是囤积癖 或者说囤积障碍 然后这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心理疾病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会有一些人 他会在家里囤积各种各样的物品 以至于就是这种物品的囤积达到一个让影响到生活 影响到居住环境 甚至是阻碍基本的在房间里面去移动 或者是说就是你的家作为你的房间作为一个基本的功能 无法实现的这样一种程度 然后以及在这个像美国的DSM诊断手册里面也讲到 就是如果是对囤积癖的诊断也包括就是当事人或者这个囤积者 他即使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物品 他也很难去丢弃 很难去放弃 以及就是囤积者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要去保存保留物品的这样一种需要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这种精神压力跟痛苦 而且以及囤积癖通常和焦虑是会有伴随出现的状况 因为你提到他也反复的一直不停的反复的说话 而且似乎都是跟他的死去的丈夫有关 所以我觉得大概率他是存在囤积癖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状况出现 因为你也提到他的丈夫去世 我觉得有可能确实是有关联的 因为当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 我听到之后我心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在留下所有的这些东西 但其实他唯一不能留下的就是他的丈夫 他的伴侣 对吧 所以这对他来说 也许当中包含着一种功能性的一种补偿性的一种作用 就是他在试图留下一些东西 他在试图留下他生活中 他目之所及范围之内所有的东西 可能只有这样子做才能够去平衡他 不能留下他最想要留下那个人的这样一种痛苦跟这种遗憾 所以也许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他的这种囤积行为的话 我不能说这能 我不指望说这能让你更能容忍他 因为那确实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困扰的一个状况 但是也许将能对他有多一点点的这种理解吧 因为你也没有讲到就是关于这个就是你的婆婆 他的更多的一些背景信息 包括在之前他 他丈夫在在世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他自己的性格怎么样 以及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可能确实会比较难判断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他在之前一切都很正常 只是在老公去世之后 他才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他的这种囤积可能就真的是和他伴侣去世这个有很直接的关系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他本身也许你会 比如说你通过跟你老公的交易 你会发现他其实本来性格上就有比较焦虑的部分 或者有比较这种强迫性的这种倾向 就是强迫性的行为或者是思维 本来就有这样一种倾向了 再加上这个伴侣去世带来的这种打击 有可能会强化他造成更严重的这种囤积癖 那不论如何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丈夫去世这件事情 对他的冲击跟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 我不确定他的比如受教育成的文化水平 他的认知能力怎么样 但是这里面确实包含着对于一些长辈 对于一些可能文化水平比较有限的人来说 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地去理解和消化他自己的很多情绪 包括他可能没有办法比较好的比较有效地去表达 他的情感需求 包括身边刚好可能也不太有人能够帮助他去度过 这个就是这个哀伤的阶段 比如你也可以去问问看他曾经 他这个就是你老公他爸爸去世的时候 他妈妈是怎么度过后来的那个过程的 有没有支持他 有没有人陪伴他 有没有人和他一起去聊 去陪他去讨论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 给他机会给他空间去表达宣泄自己的哀伤 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会很困难 所以说有可能各个方面的因素叠加起来 你会发现他不仅失去丈夫 其实在后面的哀伤的过程中 可能也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那最终再加上他本身可能也许性格上有这样的一些倾向 就导致最后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你也提到他反复的在讲自己的这种悲凉 所以也许这也意味着他本身 就是你的婆婆对他的丈夫 可能也是有很强的依赖性的 但是说实话 其实50岁也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年纪 以及其实每一个人都还是有自己的生活的 对吧 如果你自己的人生是完全围绕着另一个人建设起来的 那么当那个人离开的时候 你可能确实会进入到这样一种非常 像是天塌下来的这样一种感觉 但是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失去办理的人不止他一个 但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 那这个也是另一个值得去 我就去了解去调查的一个点吧 站在你的角度你能做些什么 首先第一就是我个人的感觉是 比如说他打电话诉苦 你不好意思打断他 或者是你感觉自己必须得接 不接又觉得自己很冷血 我觉得你不用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需要的只是有人在听 但他可能并不是在意是谁在听 或者那个人是否愿意真的去听他 因为他的心理状态可能已经到达这样一种 没有办法去了解关注别人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不接 你可以就是慢慢的给他创造这样一种印象 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愿意去 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时间愿意去听他去讲 他慢慢的他可能也会改变对你的这种表达 这个方面确实很难 确实会有这种道德上的这样一种压力 但是另一方面我确实也觉得 首先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再去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 这个才是一个合理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我很鼓励你去 更多的其实和你老公去了解 就是他的妈妈各个方面 就是我前面提到这些维度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本身是无法被改变的 就是改变这个问题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但是我们又想做点什么的话 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去更明 更清晰的更全面的了解 这个问题产生的过程产生的原因 这不一定能帮你 就是找到一个什么实质性的解决办法 但是它至少能帮助你在认知上 包括在情绪上 能够更接受更接纳这件事情的存在 因为相较于痛苦和不可解决的问题 其实让我们带来额外困扰的 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不了解 不清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一种困惑 这样一种模糊性 它其实会创造额外的痛苦 额外的让我们感到焦躁的元素 所以也许这也是你可以去 就是去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调研的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就是你也没有太提到 就是你老公是怎么对待 他妈妈的这样一个状况的 你只提到一句是说他说 就是要让你给他妈妈多一些耐心和同情 我不确定他是怎么看这个事 或者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姿态 所以这个地方我只能做一些推测 就是可能他对这件事情 可能也有一些习惯 有些熟视无睹了 那这是否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 他可能对他妈妈的这种情感需要 包括心理健康的问题 可能是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的 就是会以一种得过且过的方式来面对 或者换句话说 没有真正去努力帮他去找到一些资源 去帮助他去看咨询师也好 去看精神科也好 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也好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 因为我确实不了解 就是更多的细节 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这个问题放在和所有的婆媳关系的 或者说这种家庭关系里面 其实都是有同样的一个逻辑 就是如果你和你的婆婆之间 有任何的状况 任何的问题 你的老公需要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 他也需要扮演起这样一种角色 去调和这个关系 去承担他作为丈夫 也作为儿子的这个角色 因为这个婆婆跟媳妇这样的这个关系 直接靠两个人去处理 是很多时候都会很容易出问题 因为大家的立场 大家的出发点是很不一样的 一旦出现了矛盾 或者出现一些状况的话 大家其实都没有很明确的立场 能够去改变另外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中间就需要有一个 很明确的调和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你老公的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更多的还是需要让你老公了解到你的困扰 你的问题 然后鼓励他 邀请他以一个更加主动的 更加有效的角色 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来 好 这就是给闲心的回应 希望对你有启发 我们的下一封信来自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 他说你好 首先声明我是一个侄女 喜欢男的 我最近有个问题 我的本科社有A 是我本科最要好的朋友 然后去年我们分别在不同城市上研究生 现在都延二了 平时很难见面 基本都是聊天 关系一直很好 但前阵子暑假 我去他家玩 那几天发现他和他们家那边 一个女生B特别好 他还置顶了B的聊天框 那个女生我也认识 之前也是一个本科的 以前在宿舍 本科宿舍也见过 然后待了几天我就回学校了 A和B相约去别的城市玩 在这之后 每次和A聊天 我都会想起来他置顶了B 并且经常在社交平台 和他和B发互动 我就会很不爽 甚至会讨厌A 就很心烦 我其实知道 不能要求朋友 只对你一个人好 互相之间有编辑感 但问题是我真的不能做到知心合一 每次心理的感觉 不受控制的就出来了 所以感觉很困扰 希望你能给我一些建议 这种情况 其实和那种亲密关系里吃醋 是一个道理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涉及到 都是一种嫉妒的心理 那每当我们说到 关于嫉妒的心理的时候 我总是会联系到的 其实就是在这个嫉妒背后 它可能是某种触发 它可能是对你的过往的 某种创伤的触发 就是在你和另外一个人之间 当涉及到这样一种 谁更被喜欢的 这种价值判断和取舍的时候 一旦你在处在比较弱势的那一方 就意味着好像你这个人的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贬低和否定了的 而当自我价值被受到刺痛 受到贬低的时候 如果你曾经有过类似的创伤 这就会导致那种嫉妒性的那种产生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对于你来说 可能有两件事情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个就是我其实想 因为你没有讲这个方面 但是我其实想问问看你 你自己也可以有所反思 就是你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人 你的自信跟自我价值感是怎样一个状况 比如说你是一个有自信的人 你的自尊水平稳定 你是否会经常容易对自己有自我怀疑 或者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 因为你也说是在读研究生 所以其实从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各个方面 也说不上可能有特别多的资本 能是一个很自信的状态 但是你对你自己作为一个人 在这个层面上 你是否是有自信的 如果比如在这个层面 你其实比较容易贬低你自己 也容易否定你自己 包括你说到在读研 我不知道是不是读研的过程中 比如说被导视PUA什么的 所以其实心态上也会 对自己有很深的自我怀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如果再遇到朋友 感觉到朋友对你不是那么的偏好了 可能也就会有非常痛苦的感受 被激发出来 第二个点就是 不知道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是否有过比较长期的 或者是短期 但是比较刺激 比较强烈的那种被否定 被批判 被忽视 被抨击的这样一些创伤 比如说在有些家庭里面 可能是 比如说你是个女孩 但你有一个弟弟 但是家里中男轻女 所以你总是被忽视的那一方 对吧 比如说在学校里面 可能你一直是很努力 学习的同学 但是老师因为你的某些 因为某些很愚蠢的原因 他总是会偏爱另一个学生 而总是会去否定你 瞧不起你 又比如在家庭当中 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 这样一些情况 总之是有很多的事情 有可能导致 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也可能是持续的一段关系 它会导致我们 对自己的自我价值 有一种很深的怀疑 跟否定 所以说你的自尊水平 始终是处在一个 摇欲坠的状况 然后这个时候再遇到 像这个同学 他出现了这样一种 好像是有点偏爱别人的行为 你就会感觉到自己被否定 从而也会有这种 很烦的感觉 那无论如何 我是觉得 这个事情更多的 其实不在于 就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他实际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如果 完全的客观来说 就是人们就是会和身边 更常见面的人 保持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说他和B 就是A和B之间 变得更友好 更亲近 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这其实也不意味着 他对你就有了更多的否定 或者是不喜欢你的那种情感 你也讲到了 一直平时一直聊天 关系也很好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从客观上来说 这很有可能 更多的是一个 基于距离的 基于这个见面频率的 一种关系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会发生的 我觉得他不太能说明 就是A对你真的 就没有那么的在意了 那也许你也可以试着 去和A聊一聊这个问题 让他知道说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 经常见面之后 其实当我看到你跟别的朋友 走得更近之后 我心里面会不舒服 我会感到失落 我会感到难过 我也会担心 你是不是没有那么喜欢我了 以这样的方式 让他了解到你心里的困扰 如果他作为一个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 在意你的朋友的话 他会试着安抚你 他会试着让你知道说 你对我来说依然很重要 我其实依然也很在乎你 我们确实没有那么的近了 因为我们隔着这样一个距离 我也会有和其他的朋友 变得更近 但是这一切都不意味着 我不喜欢你了 或者在我眼中 你这个人变得不如以前那么好了 我觉得有可能得到这些反馈 你看看会不会让你心里面 稍微舒服一些 包括这样的一种表达 本身也是对于朋友之间 关系的一种确认 我觉得他也是 如果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交流的过程是好的 是顺利的 那么他其实反而有可能 拉近你们这样的关系 因为你其实也是在向他 表达你的脆弱面 让他看到说你很需要他 你很希望他一直是在乎你的 这样的一种脆弱 但真诚的表达 如果能得到好的回应 其实是很能拉近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 包括你也说到 你看到他就是A和B互动 你会很讨厌A 也会很心烦啊什么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反应 其实我也鼓励你 不管是你自己 还是当你和A去表达的时候 都从这样一个更为关怀的角度 去看待这种事情 就是那种烦 那种讨厌 那种嫉妒 其实所有的这些感受 看上去很有攻击性 看上去也很负面 但是它背后都包含着一个 我们所有人都更能够理解的一个需求 就是我希望我是有价值的 我希望我是被重视 我是被在乎的 以这样的一种角度去理解这种烦讨厌 其实就是一种更宽容的 更关怀的一种视角 你可以更多的 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自己 你也可以让A 更多的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你 以及我觉得在和朋友的相处的时候 包括和伴侣 和任何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 去袒露自己对于别人的需要 依赖 渴望 包括害怕自己不那么被重视了 其实去袒露这些事情 都是非常正常 非常自然的 在很多的很亲近的关系里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这样子 比如说你这样去跟A讲了之后 反而会让他意识到说 其实在你的心目中 它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好的朋友 他其实甚至会更努力的来和你互动 来安抚你 来让你来回馈你的这种 这种依赖 这种需要 这都是能够拉近关系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在关系里 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不敢去太多 太直白的表达 对另一个人的这种依赖 很需要 因为可以理解 这个确实会让我们感到比较脆弱 让我们觉得好像 我开不开心 我幸不幸福 似乎这个决定权都交到你手上了 对吧 这确实会让我们觉得 不是那么的安全 但是至少在 我觉得比较信任 比较亲密的关系里 你想要让一段 本来已经挺亲密的关系 变得更加亲密的话 那么去流露出 这样的脆弱性本身 它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它能带来更多的相互的理解 信任 以及就是能有更多的 这种安全感的产生 所以也许可以朝这个方向 做一些尝试 好吧 这就是给这位朋友的回信 好 我们的下一封信 来自一个没有署名的朋友 他说 斯里老师 请教一下 我对于亲密 关系亲密的人 是更有攻击性 也更容易愤怒的 比如相处了很久的朋友 稍做了一点 让我不顺心的事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我就会有种愤怒的情绪 然后就会说一些 违心的伤人的话 事后又很自责 我思考过这样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到现在 我爸妈从来没有展现过恩爱的场面 从来都是我妈经常很不耐烦 我爸经常骂他吼他 而我爸也不太去争吵 我也不想伤朋友的感情 可有时候就会不自主的愤怒 我想问我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你给的信息比较少 那么我就做一些 基于脑补的一些推测 你提到你妈经常在家里面 去不耐烦你爸吼他 骂他什么的 我觉得你做这个关联 是有点对的 但它不完全准确 我觉得有可能更重要的一个点是 从你妈对待你爸的方式上面 可能会看出来 一种可能性是 你妈其实对于你爸的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情感上的这种需要 是不是那么的太多的看见的 因为你想 如果我一直骂吼我的伴侣 他肯定会难过 他肯定会不开心 对吧 那我作为一个在乎他的人 我作为他的伴侣 我肯定会 我了解到这种不开心之后 我肯定多少会有点愧疚 或者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就不会继续再去骂他了 但是对于你妈来说 她可能一直去骂你爸这个样子 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这种言语上的攻击 有可能这是否意味着你妈可能 怎么说呢 她对于别人的感受也不是那么的重视 但这个是我的一种推测 如果这个推测准确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妈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待你爸的 那么我好奇她是怎么对待你的 她是不是其实对你在成长过程中 她对你的情感需求可能也是不那么重视的 你也可以回顾一下你自己在成长过程中 你是否有得到比较多来自母亲的这种情感关怀跟呵护 我的一种推测就是可能你得到的关注 看见是非常非常少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又需要被注意被看见 那怎么能得到注意看见呢 有可能就通过发脾气的方式 所以我不知道你和你妈间的相处 是不是也是会有很多 你感到不被看见 最终你只能通过愤怒 通过发脾气的方式 来寻求来获得那种看见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反过来就比较能够解释 为什么你在比较亲密的人面前 你比较容易愤怒了 就其实你的那个攻击性和愤怒 它不是真的要去攻击别人 就像你说了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些不顺心的小事 它不是什么大事 对吧 但是那种忍不住的那种愤怒跟伤人 可能还是在于这个时候 你其实是很想被看见 你其实是很希望对方对你有些关注 你有些感受想要去表达 但是可能你家庭环境 就是允许你表达的情感 可能只有愤怒这样一种方式 或者说只有这一种方式 才有可能得到那么一丁点 来自你妈的那种回应 所以可能有这样一种环境里 不断的强化 到了最后就形成了像是一种惯性 就是我要不然就不被看见 我要被看见的话 我就需要用特别特别大的声音 用特别愤怒的声音 才能够被看见 最后造成的结果 可能就会是像你说的 不由自主的愤怒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就反过来说 因为你爸他也不太去争吵 或者什么的 包括他们也没有什么恩爱的场面 我不了解你父母他们婚姻关系是怎么样的 他们是一直都这样的吗 还是说他们曾经恩爱过 但现在变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也许你可以试着去调查一下 你父母他们的婚姻关系 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他们是怎么结婚的 他们是怎么有了你的 从而你能对你父母的情感关系 有这样一个了解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了解呢 其实就是这种了解 可以帮助你去明白 当下为什么你妈是这个样子 以及你爸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比如说对于你爸来说 他不去争吵 所以在你现在的描述里 好像主要是你妈在吼你爸 你爸好像是那个 比较逆来顺受的那个人 如果只是带着这样一种叙事的话 你就会觉得 你爸是个彻头彻尾的受害者 但是如果你了解了这个关系 他一直以来的发展历程的话 可能你的这个叙事就会改变 比如说也有一种可能性是 这个完全是脑补 就是也有一种可能性是 比如说你爸其实并不是很爱你妈 或者说他并不是很关心你妈的情感需要 他经常也是以这种比较冷暴力 或者被动的方式去回应你妈 所以到了最后就造成 就是我前面所讲的 你妈在你妈面前 她的情感需求得不到看见 得不到回应 那么最终她只能上不断的升级上升 最终是到了一种骂她吼她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她可能依然也得不到太多的回应 但是也许会得到一点点的回应 或者说至少这个样子会让你妈感觉到 这是她能够发出的最大的声音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叙事 那么你就会看见 可能你并不是像你说的 你妈是那个很暴怒的人 你爸是那个受害者 这个当中就包含更多的 更复杂的在父母关系之间 所存在的一些拉扯 挣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就还是我前面所讲的 这个问他 就是你父母的婚姻关系 它不一定是你能改变的 但是你了解它 为什么是这样的 至少这有助于你 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 你比较熟悉 比较清晰了解的问题 它不一定能够帮你得出任何的结论 或者是做出任何改变 但至少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蛮有帮助的 包括知道了为什么 反过来可能也会有助于你去了解 你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毕竟我们从小在 父母的这种言行举止的 静染之下 肯定会有很多无意识的模仿 所以有可能你也会由此看见 你的那个模仿是从哪边来的 是怎么样去形成的 以及另一个方面 我觉得也是跟上一封信有点相关 就是你在亲密的 比如说朋友面前 你是否会坦落你的脆弱面 除了愤怒的表达以外 你有没有能那种能够用相对更温和 更直接更直白的方式 去让别人看到你的情感需求 如果没有的话 我倒是建议你也试试看 就是更直接的表达你的情感需要 比如说我很在意你 我很希望你喜欢我 我很害怕你离开我 包括在这个事情上 可能我不开心了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看见我 我感到很委屈 或者是我希望你更多 关注到我的感受 包括你也可以让对方知道 有的时候 我不善表达我的情感 但是我还是蛮希望 你能比较敏锐地觉察到我 能够主动来问我 这样子的话 我才有机会把我 那些难以开口的东西讲出来 我觉得把你的内心的情感需要 以这样一种比较直白的方式 表达出来 别人也能够更知道你想要什么 从而也能更做出 让你更满意的回应 如果这个方面你不太能做到的话 我鼓励你去做些尝试 因为如果你在你的情感 需要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满足了的话 你可能就不太需要继续依赖那种 要通过发脾气的方式 伤人的方式来获得注意力的 这对你来说 就是在用一个更新的 更有效的一个行为 去替代原来的那个 相对低效的那个行为 这有可能会是一个 能改变局面的一个方法 好吧 所以这是这封信 好 我们的下一封信来自小夏 他说今天来信 并不是要问什么问题 而是想写写对电影 人生大事中 关于死亡的一些感悟 我其实没有写作习惯 但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就突然很想把自己的经历 感悟写下来 本来写片日记也OK 但今天想起 今天听到298期 也聊到了关于死亡的话 你就想着干脆来一封信吧 哪怕很久以后 你才会读到 确实 这是2022年9月份的来信 你今天终于读到了 这部电影大概讲的是一个从小没有父母的小女孩 上幼儿园的年纪 由自己的外婆非常大 突然有一天早上醒来 发现外婆就在自己身边睡着了 再也觉不醒 朱一龙扮演的角色是 殡葬行业的从业者 处理了小女孩外婆的身后事 小女孩还太小 不理解死亡的意思 缠着她问自己的外婆去哪里了 大人们也一直没有忍心 告诉小女孩死亡到底是什么 后续的电影情节主要讲 就是二人之间发生的温情故事 看完电影 我回想起我人生中经历 面对死亡的几次经历 第一次我9岁 奶奶过世 奶奶是得癌症去世的 60多岁 经历过手术和化疗等救治阶段 我记得大人们说过 奶奶是很坚强的 在癌症晚期身体非常疼痛的时候 也没有跟任何人诉说过痛苦 那个时候我就应该知道死亡的意思 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否哭过 但我记得我的父亲和他的弟弟妹妹 在葬礼上哭得很惨 他们肯定很伤心 我在努力回忆 我爷爷当时什么状态的 可是都想不起来 也许是非常伤心 但是男人的坚毅 让他不能轻易表达 也许是一种解脱 因为我相信陪伴和治疗 照顾奶奶治疗那几年 爷爷肯定是非常压抑和痛苦的 再后来我11岁 我母亲去世了 她走得很突然 宫外孕大出血 也没有及时抢救过来 我当时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我整个人好像是木讷的 前一秒我还穿着无军服 在ICU里面看着昏迷的母亲 我告诉她 我期中考试考得很棒 后一秒我就突然被拉出病房 隔着玻璃看见医生们在里面 忙着给母亲做电机 我的父亲当时和我站在一起 抱着我 差不多到他肩膀高 跟我说 爸爸在 爸爸以后照顾你 我好像也没哭 可是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 直到后面的葬礼上 我至到此 还唱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才哭得稀里哗啦 几度哽咽 更没法继续讲话 后来家里亲戚跟我说 当时台下好多参加葬礼人都泪目了 他们肯定觉得惨啊 这么小孩子就没有母亲 不就是跟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吗 再后来是我读高中 外公和爷爷都相继去世 外公得了阿兹海默 有摔过胶 骨折了 后期一直躺在床上 我母亲这边的兄弟姐妹 和我外婆轮流照过 在家里过世的 我爷爷在我奶奶过世后 一直独居 期间有保姆照过 最后是身体不太好 送了医院 在医院里过世的 再就是我大学毕业后 我母亲的姐姐和妹妹 也相继离世 我大姨得的是脑瘤 也是手术 颅骨被锯到过一块 那块皮愈合后 那个地方就是软的 塌陷下去的 我一直也没敢摸 手术治疗过 前后好几年 走的时候 我表姐和大姨父都在身边 我的小姨 因为一直没法生育 第一任丈夫跟她离婚了 后来找了个男的 搭伙过日子 男的经济上不太好 但是对我小姨还不错 后面她也是 脑子里生了毛病过世的 再后来就是我的姨外婆 老太太得到阿森海默 没摔跤之前 就是不使人不记得事 能走动 生活还能算自理 我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 家里的保姆回家过年 我还请了几天假 跟姨外婆的家人 轮流照顾她 到点我给她煮馄饨 当午饭吃 喊她喝水 领她上厕所 后来老太太摔跤骨折了 就一直卧床在家 我表姨妈照顾得很好 吃喝拉萨都很细致 老太太躺了几年 也照顾了好几年 一直很有耐心 这点我很钦佩 老太太最后走 也算是老死吧 90多岁 身体各个器官和技能 就是老化衰竭了 走的时候应该没什么痛苦 写到这里 我已经哭了 默默流泪那种 年纪不大 却经历了太多死亡 有时候感觉自己麻木了 比如看电影的时候 并没有哭 但在写这封信 记录回忆的时候 还是有很痛苦 很窒息的感受 在这封信里 我不想写成长经历 和原生家庭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我是经历过 很多痛苦长大的 母亲的离世 对我对我的家庭 以及我和我父亲的关系 都有太多太多影响 我是不幸的 我太早失去了 母亲的呵护和关怀 但我觉得我又是幸运的 因为我得到了 整个大家族 给我带来的关怀和温暖 我没有走上 我没有走上不好的道路 我一直在努力奋进 尽自己的力量 照顾家人和回馈家人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还是会继续听你的播客 看你的微博 他们给我带来疗愈 也带来光明和力量 再次感谢 挺感谢小夏的分享 这封信确实隔了两年才看到 但是我真的很感谢 你把你的这些人生经历 分享出来 包括也愿意跟听众们分享 其实哪怕我不做更多的评述 我估计大家听完之后 可能也会有 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我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 听完这封信的两点反应 第一个其实是前段时间 因为我上周 前两周不是去英国度假了吗 当时因为英国你有很多的那种墓地 就修在这个城市里面 包括修在很多教堂的周围 有一次我跟C总去散步 就走到了一个墓地旁边 然后就进去逛了一圈 因为英国的那种墓地 它跟中国的不一样 我们这边这种是那种 有专门的管理 然后所有的墓都排得很整齐 规划就像小区一样 对吧 很整整齐齐的 英国的墓地像是那种一片草坪 然后里面就到处都分布着各种各样的墓碑 而且放眼望去 所有的墓碑 基本上这些人过世的年龄都是一八多少年 就可能都是一百多年那种很老的墓碑 所以杂草也长得很高 然后乱七八糟那种感觉 但其实每一次走到这种墓地里面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种非常平静的感觉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因为我看着这些墓碑 它上面这些人可能就是一百多年前就过世了 然后呢就会让我有一种很独特的感觉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面对这些一百多年去世的人 当想到他们走了这么久 他们的存在对于今天的我们 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甚至可能当年给他们立一杯的那些人 可能现在也已经不在了 那这个听上去话 人觉得很虚无很绝望 哎呀我们都会死 所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之所以感到很平静 恰恰就是在于在死亡面前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我反而会心情很平静 因为什么让我们浮躁 什么让我们感到不安宁呢 恰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我有太多的欲望 有太多的贪婪 有太多的渴求 所以人的心才会非常的波动 非常的难以安宁 而在这种目的当中 在这种被死亡所围绕的这种环境里面 我觉得人是更容易想明白 什么是重要的 或者说人会更容易停止去想 那些重要的东西 而看见说 人生都是非常脆弱跟有限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思考 那作为我这样一个有限和脆弱的人生的话 我怎么样去度过 我做哪些事情 才是让它真正值得 让它真的是一个我满意的生活的 所以我觉得 在那种目的里面走的话 带来那种安宁 其实就是帮助你重新去整理 你的价值观 重新去整理你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这是我读到小夏的信的时候 我立刻就想起了 之前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我们走在到处都是墓碑 然后杂草丛生的这样一个墓园里的时候 有这样一种感受 我不确定和这封信有什么关系吧 可能唯一的关系就是 它都是跟死亡有关 但是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小夏也讲到 其实从小到大 经历了很多人的死亡 一方面这当然你可以说是一种不幸 就是你看从小开始有这么多的经历 另一方面 我其实会更多看 我更看重的一个维度是 这其实是人生阅历 就是虽然这种阅历 如果有的选 你肯定不希望你自己有这种阅历 但它确实是一种阅历 而我一直都觉得人作为一种智能生物 他能够从他的经验当中去获取信息 获取知识 能够由此产生出更多的智慧 产生出更多的勇气跟力量的话 从这角度来说 你现在输入的这些信息 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 非常少见 非常稀罕的 相对来说 所以说 他能够给你带来的 思考跟成长 可能也是很有价值的 虽然这并不是我们主动愿意想要的 但是当我们遇到了之后 我们就是会 有更多的经验去知道 当我面对一个 我极不想要去面对 但是我又不得不面对的情况的时候 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会怎么做 因为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也会慢慢的发展出一些 对自己的了解 比如说你会怎么 你对死亡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对这种悲伤 你会怎么去处理 包括你在力图去照顾别人的时候 你会做些什么 包括你在照顾别人的时候 你会怎么 同时也照顾好你自己 也包括你会怎么和你的家人 和你身边的人一起去 分享去共享那种哀伤 那种悲痛 就是我觉得这个确实会是一个 我们被放置在了 这样一种不常见的情境当中 它就会激发出来我们一些 很不同的一些面向吧 像我之前也在我的节目里面分享过 有一次是我父亲 他的一个很亲近的朋友 突然去世了 他当时那几天就非常的崩溃 然后这也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事情 就是当我看到我身边很亲近的人 因为这种突发死亡和 而进入非常严重 非常深的哀伤悲痛里面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场景当中 我一下子被激发出了那种 我要肩负起他 我要背负起他的那种责任 所以那几天跟他打了很多的电话 聊了很多 也安慰他很多 但另一方面也给了他很多 很坚定的那种支持 然后从那段经历当中出来之后 我就会发现 以前我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还蛮开心 在这个情境当中 第一就是他对我有这样的依赖 第二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表现 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算是一个能够在他人需要的时候 能够支撑起来的一个人 由此也想到以前我翻译的书 人生十二把子的作者 Jordan Peterson 他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应该是有一次 他在做演讲 有年轻人问他说 你觉得对一个年轻的男孩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应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当时又给了一个 非常硬核的答案 他说你应该做 在你父亲葬礼上最可靠的那个人 意思就是说 有一天你在你的父亲的葬礼上 可能所有家人都很难过 都很悲伤 然后这个时候 你需要做最可靠的人 最靠谱的人 能够支撑起 搀扶起身边所有的人的那个人 他说力争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这意味着你就是 会有很多的力量跟勇气 包括你也能够 肩负起很多的责任 所以当时听到这个话就觉得 虽然这不一定是唯一的正确的答案 但是他确实也是一种 值得参考的一种想象 就是死亡这样一个 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议题 包括每一个人都会 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会遭遇 就会碰上的这样一种体验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 对自己会如何回应 如何表现 多少有些了解的 这对于人生来说 我觉得是一种还蛮重要的 就是虽然使用频率很低 但是蛮重要的一种人生技能 一种生活技能 以及最后一点就是 我不知道小夏现在是否有伴侣 是否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是我想你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对于死亡 对于爱 对于家庭 有了这样一些体悟之后 我猜想其实你的爱情应该会很好 这个好不一定说是很甜蜜 很幸福的那个好 而是说我们对于另一个人的爱 很多时候就是建立在 这个人有一天会离开你 他会死这件事情上的 这虽然是一个很硬核的说法 但它确实是我很真诚的一种信念 就是我们正是因为人的脆弱性 才特别的需要去珍惜 那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 有过你的这样一些经历之后 有一天如果你会爱上一个人 跟他主人家庭 和他结婚生子 有了孩子的话 可能你对于你的伴侣 你对你的孩子的那种感受感悟 跟一个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 相比较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会多出一些层次 跟复杂性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所经历的这些死亡 也会让你自己的亲密关系 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 多一些更丰富的一些底色 所以这个角度来说 我确实觉得他是幸运的 更进一步来说 就是死亡这件事情 它究竟是不幸的吗 它真的是完全是一个不幸的悲剧吗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也许不完全是 因为死亡作为一种 不可避免的人生体验 它有些时候是可以为你的内心 为你的精神世界增加一些丰富性 增加一些多样性的 从而你也能够更好的生活 换句话说 就是死亡对于死去的人来说 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 有些时候 它其实会带来很多东西 但是就看你愿意 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死亡 有些人可能会很回避 很逃避 很恐惧 觉得它是一种禁忌 是一种不应该随便聊的 不吉利的话题 但是至少从我的角度 我会很愿意去直面这件事情 甚至去主动的思考 主动的拥抱 就像比如说我跟C总散布会 主动的走入到一个目的当中 对吧 它带来很多很多的 很有意思的精神上的发现 跟反思 无论如何 感谢小夏的分享 感谢这封来信 好 我们今天最后一封信 来自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 他说 Steven你好 我是一位忠实听众 我个人的情况应该是青少年时期抑郁 不过因为小长症环境没有发现 直到工作以后 暴食症引发的器官衰竭 住院才逐步查出来 按照中重度治疗 抑郁服药治疗 想死的念头很多 但落实到行动上的自杀倾向比较少 总体来说控制的比较好 但是躯体症状严重 腹胀手抖 心率血压很低 疼痛感知很低 经常受伤 在暴食和厌食里面徘徊 原因不外乎原生家庭 自以为坚强快乐地长大了 到了大学才发现 自己其实已经破碎的一塌糊涂 就像是不良商贩 贩卖的碎肉拼贴的肉卷 我驾驶着一滩肉体 勉强存活 另外可能因为 从青春期以来 长期患抑郁 我基本上没有过性冲动 自然也没有爱情 没有亲亲以外的 足够强大的亲密关系 约腻过一起自杀的朋友 先我一步走了 意识模糊的时候 会感觉他 在我面前一次次的坠落 如果至于已经发生过的伤害 我曾经以为 我已经治好自己了 父亲孕期出轨母亲的继妹 为了家丑不外养 母亲受了委屈 控制于大增 我是个不被期待的 不受喜爱的 扭曲家庭出生的孩子 考试成绩不好 妈妈会不允许吃饭 让我把饭让给不存在的哥哥 会因为不肯喝粥 在粥店里被爸爸掀桌子 打到全店来拦 在六一儿童聚会上 被拖到地上用脚踩 和女同学的聊天记录 会被打印下来 墙上公式 初中初聚和同学 聚会会被跟踪 直到二十来岁上 大学 读大学 书房还会被装摄像头 我不穿裙子 不穿露胳膊的衣服 我憎恨身为女性的身体 然后憎恨我自己 这些都是我长大之后 才知道不对劲 少年时期 我凭着书籍 给我的一片幻想空间 学校给我的一片乌托邦 挣扎逃生 靠着一点点做题的天赋 还能考上了还可以的学校 又用考试技能继续考个 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我大概知道 自己的抑郁四五年了 服药治疗三四年了 一度以为已经完全治愈自己 但是疾病暴露在父母面前之后 他们的痛苦 愧疚和挽回 给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我发现我其实不能治愈 也不能原谅 我只有在不和他们联系的时候 才能劝说自己 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他们也有许多苦衷 他们也有许多心理问题 但当他们转身 想来拥抱我的时候 我都想远远地躲开 但我难以启齿 我的父母至今否认我的抑郁症 我妈会觉得 我的暴影暴时引发 是暴影暴时引发的抑郁问题 为此搬来和我同住监督 坦白来说 每天早晚 我看到他温柔地和我说 宝贝 我都会回到童年 开始崩溃 内心尖叫着移动不了 我该怎么办 听完这封信 我觉得这位朋友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跟不容易 而且你也提到是 在那种小乘症的环境里面 得抑郁症 我了解在这样的环境里 其实作为一个精神疾病的患者 会遭受很多很多的忽视 跟虐待 跟误解 跟这种偏见 所以我觉得能活到今天 能靠着你的能力 一点点的独立 到了今天 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生活 跟工作 其实我觉得都是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这是 我觉得非常值得认可的一点 关于你的信 有几点我想回应 首先就是你说到 你的父母 他们想要去 他们感到愧疚 挽回 会让你带来更大的痛苦 然后你也会很崩溃 你妈在这里来与你同住 他们想拥抱你 你会远远躲开 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反应 非常的真实 也非常的正常 因为那样的一种家庭环境 给人带来的伤害 会让我没有办法 在父母面前感到安全 所以你的那种抵触 其实是你的内心深处在 就是在发出那种不安全的 那种危险的信号 因为基于以往的经验 经验和他们的相处 总是会带来很多的伤害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亲密 你对亲密是抵触的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现象很正常 你也可以有这样的表现 你也不用因为自己想要躲开父母 哪怕是想要道歉的父母 而感到难以启齿 感到愧疚 因为这并不是 就是我们的这种情绪反应 并不是一个 曾经很多年对我不好 今天突然一道歉 我立马就能扭转过来的 这样一种反应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有这个道德负担 你现在没有准备好 去接受他们的道歉 你没有准备好和他们亲近 那么这个时候就让他们保持距离 包括你说什么搬来和你同住 监督 如果她 如果你的母亲就是那个 引发你抑郁的那个人 包括她现在依然否认你的抑郁的话 我觉得搬来和你同住的结果 是会让你更抑郁 你也说了 对吧 她每次叫你宝贝会触发 你会感到被触发 你会开始崩溃 内心尖叫移动不了 就这其实都是恐惧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 更好的方式 就让她 先让她回去吧 然后你自己住 你自己慢慢的先整理你自己 第二就是你提到你所遭遇的这些经历 不管是这种 你母亲的控制欲 包括你提到你不受期待 所以我理解为是可能你家庭里面是重男轻女的 然后会 你妈会让你把饭让给不存在的哥哥 就是他们可能期望你是个男孩 对吧 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 包括这种各种干的虐待 被打 然后被跟踪等等 我理解所有这些经历 这种创伤性的经历 它可能给你留下的一个影响 就是你会对自己 对自我的价值会非常的否定 你也说过你震撼自己身为女性的身体 震撼自己 因为就好像是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你通过从来到来通过别人对待你的方式 判定了说你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人 所以可能这个我觉得和你的那个抑郁是直接相关的 就是当我们遭遇来自外界的很多创伤 然后这种创伤 我们把这种创伤的归因原因解释为 是我引起的 是我很糟糕的话 这种项内的这种归因跟自我攻击 一定就会导致抑郁 那么至少从认知上来说 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怎么样停止去自我攻击呢 有一个视角可能对你会有帮助 其实就是在回溯这些经历的时候 在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 当你自我攻击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在完全的去避免 完全的去让这个场景里的其他人 可以不负任何的责任 比如说你讲到你在粥店里不肯喝粥 被你爸这个仙桌子打到全店来拦 对吧 看似在这个场景里面是 一切都是因为你不肯喝粥而导致的 但是在这个画面里 你的这个归因其实是没有包含 你爸他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作为一个监护人 他在这个场景里 他在处理你不肯喝粥这件事情上 他本来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第一他作为一个爸爸 他对孩子的这种行为上的不顺从 究竟是应该用暴打来对待 还是说其实是有更好的方式 如果是在一个很健康的家庭环境里 在一个很有能力的父亲那里的话 孩子不肯喝粥 这是否他所选择的这个方式 是否是最好的方式 显然不是 对吧 以及他作为一个成年人 作为一个成年男性 他有如此暴力的这种表现 这种行为 他是有责任去调节他自己的情绪 哪怕是在育儿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挫败 会有一些困难 会有一些让自己拨爽的事情 但他是有这个义务 有责任去调节自己的情绪 包括有这种责任义务去 调节他自己的暴力冲动跟倾向的 但他没有这么做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场景里的话 这个事情的发生 不是因为你不肯喝粥 而是因为你爸作为一个成年人 他躲过了或者他逃避了 他没有履行 他作为成年人 作为父亲的一些很基本的责任 所以同样的视角 我就放在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你说的 你妈她不让你去吃饭 让她把饭让给不存在的哥哥 对吧 这个叙事 很多女性在这种重男性女的环境 都会遭遇到 而她们都会真的认为 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都是因为我是个女孩 然后就会开始否定自己 攻击自己 憎恨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体 可是我们如果再放到这个场景里来看 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家人 她们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首先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是 不论家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偏见 什么样的成见 什么样的怨恨 但是对彼此的最基本的尊重 照顾 这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懂的事情 哪怕我们是对于陌生人 我们都不会很轻易的去冒犯别人 去攻击别人 更不用说是自己的家里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所有的重男轻女的家庭 我觉得基本都是 都是不懂得基本的 人的尊严和尊重的 这是她们负有的责任 这是她们没有做到的事情 然后你也提到 是因为你考试成绩不好 你妈会不允许你吃饭或者什么的 所以你妈 她作为一个母亲 她在辅导你学习 帮助你在获得更好的成绩 这件事情上 她也是有责任去 找到最合适最恰当的方式来帮助你 她所选择的这个方式 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对吧 甚至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方式 因为它会让一个已经遇到困难的你 感受到更多的对自己的否定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 心智健全的 有能力的母亲 她会这么做吗 她当然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不仅不会让孩子成绩变好 这反而会让她很伤自己的自尊心 所以这是你妈妈本来应该做的 但她没有做到的事情 所以你就会看到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归因去看 你所有这些场景 你就发现看似是你的错 但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说是甩锅 就客观来说真的就是 很多时候是成年人 是家长 他没有做好 但是因为作为孩子 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 就是好的家长 好的成年人 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只能想象 我们唯一能想象 就是我们自己 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最终就会把 所有的归因指向自己 从而结果就是 你看你孩子青少年的阶段 你就开始重度的抑郁 第三点就是你说到的 你发现自己其实不能治愈 也不能原谅 我觉得不能原谅 完全OK 就是我们没有义务去原谅 伤害过我们的人们 我们也许可以让这件事情过去 翻篇不再想它 但是要不要原谅 这个完全是一个 由你自己来做选择 跟判断的事情 这件事情的选择权 完全在你 这是我觉得特别重要 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 关于你能不能治愈 我的理解是 可能遇到了这个情况 确实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所以它留下的影响太深了 所以它确实在治疗起来 需要比较长的一些时间 但是我也想你 对自己多一些耐心和信心 你是可以 我不能说是完全 回到原来的样子 因为不可能回去 但是我觉得至少 在症状的层面 在这种内心痛苦的层面 是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好的 所以我也鼓励你 继续坚持的去治疗 以及在治疗的过程中 我觉得一切是 以你的心智的恢复 跟重建为重 所以当你提到 你的疾病暴露在父母面前 就会给自己 带来更大的痛苦 如果这事 让他们知道了会更痛苦 如果他们的干预 他们的介入 会让你更难受 那就请他们离开 请他们不要来参与 做对自己的恢复 最有利的选择 不论这个选择 是意味着让他们闭嘴 还是让他们远离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条件 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除了药物之道 我非常非常鼓励 你能找心理咨询师 因为你也说到 你没有办法有爱情 那没有关系 就这个阶段 可能确实这很困难 对你来说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能够找到好的咨询师 跟他建立起一个 稳定的安全的关系的话 你能够通过这个关系本身 重新去建立对自己的认可 自我价值感 让你感觉到你是被爱的 你是值得被关注 被重视的 这其实能够给你的疗愈 带来很多的帮助 我非常非常鼓励你 做一点这方面的尝试 因为抑郁的药物治疗的话 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帮你去控制你的症状 但是因为这个抑郁产生 有很多社会关系层面的 家庭关系层面的因素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 需要我们去梳理 去改变的一个维度 最后的最后想说的就是 你看其实上一封信 关于死亡的讨论 我也讲到 死亡看似是不幸的 但其实面对死亡的经历 会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自己 也会知道生活中 什么是更重要的 就是好像死亡 作为一个答应好 不吉利的人生现象 它反过来 其实能给到我们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像抑郁 包括像童年创伤 这样的经历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对于很多 比如在咨询当中 对于很多经历过创伤的人 在一开始 从上对他们来说 都是非常可怕 非常痛苦 非常不愿意再面对的 那种黑暗的回忆 但是其实随着成长 随着对这些事情的梳理 慢慢的你会发现 哪怕是在那种 看上去最阴暗 最糟糕的事情当中 也是会生长出一些别的东西 这些东西 不一定就是那种 很正能量 很阳光乐观 很单纯的 美好的那种 那种东西 但是确实会生长出一些 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你可以试图去 追求的一件事 以及我还非常鼓励你 因为你没有提到 青少年之前的阶段 你是什么样子的 作为一个小朋友的 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些 这种遭到这种虐待 或者是不好的家庭环境 等等 但是在那个阶段 你作为一个小朋友的 你一定也有天真可爱的一面 一定也有好奇探索 包括喜欢玩耍的一面 我想能够玩耍 或者重新学会玩耍 对于一个不喜欢自己 对于一个很抑郁的人来说 可能也会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所以建立你自己生活中 那些玩耍的机会 这种玩耍可以是通过写作 可以是通过体育运动 可以是通过跟别人的互动 不论是什么 我觉得给自己生活中 每天都能尽可能 安排出一个专门的时间 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用一种玩耍的心态 来看待自己 来认识自己 我会非常非常鼓励你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以及我想听众朋友们 去听完这封信之后 我也鼓励大家在评论区里面 给这位朋友一些鼓励 不论你听完这封信之后 是什么样的一些感想 或者你想到些什么 或者你自己有一些类似的经历 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你是怎么治疗和拯救自己的 我都希望你能够分享给这位听友 包括也分享给其他的 在听这封信的 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们 希望他能够在评论的 评论区里面构建起 这样一种相互帮助的 一种场域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所有的来信 非常感谢这些朋友们的 真诚的分享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节目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